以色列首个月球探测器于北京时间22号上午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 该探测器名为创世纪号 它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电英9火箭升空 行程大约是650万公里 耗时大概7周 定于4月11号在月球表面软着陆 那么在着陆之后 创世纪号将会向控制中心传回月球表面的照片 并且做月球磁场实验 创世纪号探测器由以色列一家非盈利机构太空登陆组织研发 项目耗资大约是1亿美元 那如果创世纪号成功登月 以色列将会成为第四个实现在月球表面进行探测器软着陆的国家